好,我们来谈立体字的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静态的做法,就是利用图层来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造型这里 基本上就是三,看你要几层 目前是我做三层 先把它删掉 这是一个字 把它设白色是因为它比较清楚 如果你想把它设黑色也没关系 那就是用对比色来去做 好 那我们把它Ctrl C,Ctrl V 这一个 把它 外扩 外框设成 一个图层 白色那我这一层我就会把它设成 如果要它明显,我要把它设白色 黑色跟白色会比较好 做 对比色 对比色 那我会再做一个颜色 因为这样你看不出 它的差异 所以 一样我这一个在做 再一个图层 那我这里把它刚才设五 我这设十 然后颜色 主要是设 设定 边框的颜色 不是里面 因为 里面会被 边框 改掉 会被改掉 那假设我设黄色好了 好 那我们把三个这个图层 移到最下面 这个图层在最下面 然后再来是上面的这一个 白色的图层 最后是这一个黑色的字 这样就会有一个 立体的感觉 就会有一个 算是外扩字 的感觉